謝謝 其實也沒有那麼厲害啦 其實我必須講一下前因後果 我會接觸到飛影禮物 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巧合 那時候我剛剛離開Apple 那時候也是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其實做的事情有點像是 也是講座啊 然後分享一些 我覺得Apple很棒的東西 把它當作一個很好的平台做出來 那時候其實我是想要找朱平先生 來給我們的一些 我們自己的夥伴做一個演講 或是就是分享一些經驗 那那時候就跑去嘛 就是很大膽的約他一個晚餐 然後講一講他突然說 欸你 我想做一件事好久 你要幫我做好不好 然後那時候可能他 因為朱先生真的很會說服人 如果大家有機會跟他聊天的話 基本上他講的話 你只能一直點頭說 喔 好 OK 我要 然後你就會一直覺得 他要給你一個很好的舞台 所以我其實現在很感謝他 因為我待會兒分享完之後 應該大家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這麼感謝他 那我很榮幸在 有點像是在AVEDA裡面那一部創業的感覺 雖然說今天我好像是被他雇用來 可是因為這個禮物從頭到尾 包含業務行銷 還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由 可能自己在自己琢磨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專案 可以分享給大家 好 然後他的專案明天就叫Fade禮物 Nom Zero是我們的品牌 然後Pift是我們這個禮物的一個象徵 那 好 我先講個故事 我上上禮拜有收到一封E-mail 那E-mail裡面有一顆 真的照在那個陽台裡面 一般台北市的陽台你們很難想 它有一顆松樹吧 松樹高的 楊台裡面 楊台裡面有一顆松樹 就是卡在那個陽台裡面 看起來非常的醜 就是很醜 然後他照給我的時候 我其實很訝異 他說 Alice 你知道嗎 這是七年前 朱倩送我們的小松樹 然後現在長大 我就說 OMG七年前送我們家松樹 好 對 他七年前其實就做過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他七年前就做過呢 這個我也賣管子留到後面 那反正我收到了一顆松樹 好 接下來呢 我要講一個很酷的客戶 那我在來之前 我有跟他徵詢他的同意 他說 OK你要你講我吧 我都叫他開副啦 不過他為什麼全名叫李開副 開副 我都直接叫他開副 開副老師 因為他跟我 他是 他 與其說是我的客戶 不如說他是我的教練 因為他會告訴我說 你之前做的不好 你應該怎麼做 可是我覺得你真的不夠 所以其實我在跟他溝通過程中 培養出一種很神奇的友誼 因為我幾乎 基本上就是被他罵的 那可是他上次突然 我在上海的時候 他突然E-mail給我說 他的姊姊想要去 體驗我們其中的一個很棒的 一個感受 對 那他說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 分享給姊姊 那我覺得他就詮釋了一個很好的概念 因為我們這個禮物 其實並不是要for你自己 當然你自己會因為這個禮物感到快樂 但是另外更重要是分享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今天在做的事情分享 那這個分享 那這個分享 這個禮物他分享給他姊姊的過程中 我跟他姊姊也建立了一個新的有 新的關係 新的連結 所以這也是 我在這個禮物中碰到更棒的 就是我藉由這個禮物 擴展我自己的生活圈之外 我會把這些人都拉進來了 好 那這個禮物到底怎麼來呢 大家可能聽到覺得 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麼 那其實七年前呢 就先是在講一個演講 他其實七年前就在已經在到處在講 我們要打破像剛剛阿峰說的 we vote without we buy 他在207年才就講過了 然後他其實講這個概念就是說 你追求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生活呢? 你是要有質感的生活 快樂的生活或是美的生活 好這個概念非常的懸 那時候他跟講 其實蔣屈納跟他那時候大量在講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說懂 可是只有一個記者提出了這個疑問 創發了這個非禮物 那記者問他說 OK 你是老闆 你一個月二三十萬以上吧 我二二K 二三K 我要怎麼樣記憶你這樣美學生活 那時候蔣屈納其實有被嚇到 他心裡是wow 他覺得第一次有人這麼直接了當地跟他說 你講的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 因為沒有錢是做不到的 然後可是因為他同時他自己也在思考 對 如果這樣的群體他們做不到的話 該怎麼樣讓這件事情 讓他們覺得我的負擔是少的 可是又有意義呢 所以他就把時間拉長看 他說 好 我們現在把時間拉長看一年好了 你這一年中你想要經歷什麼事情 我們支持一些好的表演團體好不好 好嗎 我們去看一下好的表演團體 像藝術一直流傳 所以我們願意一年花個三四場的錢 去坐在前排好好的看幾場表演 好 如果你去不起歐洲 去不起那種美國很遠的地方 你負擔不起 沒關係嘛 你去東南亞你一年給自己一趟旅行 可能花了兩三萬塊 好 把這預算留下來 再來買幾件好的衣服 穿個十年 二十年 可能簡單的黑白灰 簡單的色系 好 你留下來把這個預算放起來 他就把譬如說吃個好的餐廳 那好餐廳不是說你要去 比麒麟餐廳吃個五千一萬的不是 而是找一家好的廚師 願意用好的食材 願意用心對待食物的這樣的餐廳去 好好享用幾餐 好 再把預算留下來 但一年算起來他可能覺得 算一算一年他其實那時候算出來 是四萬多塊 那平均到一個月去大概是三四千 那對一個上班族來講 一個月三四千塊的預算去經營一個 我認為朱先生講的這個生活 是好的生活的話 是不是蠻合理的 那其實那時候那個記者是點頭的 他覺得OK 他點頭的創作就說 我覺得你不會做 因為所有人都跟我點頭 我講的東西大家都會說好嗎 因為你是一個老闆 你是一個前輩 但是你們不會做 所以給我錢 他就直接給我錢 那時候他就說給我美金一百塊 給我 給我 給他的時候 他就說我現在開始做一件事情 我每個月要寄一個盒子給你 在裡面有我覺得你應該要去體驗的產品 應該要去感受的體驗 以及我覺得你應該要去做的行動 那這盒子你不可以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每個月必須要保持一點驚喜 他覺得這對你是有個好奇心 有開發你自己的 願意去打破你自己的CP值 因為我們都會打開來看說 OK好這多少錢 這多少錢多少錢 他不要這件事情 他要你去感受為什麼 送你東西一定有為什麼 而且這又是經過一番思慮的過程 所以這就變成飛行禮物 他希望改變新的很好生活 然後我們會 每個月會有一份禮物送給你 那禮物裡面就包含了體驗 產品跟很棒的行動 然後最後是他價錢3000塊一個月 然後總共是持續一整年的一個體驗 那這就是飛行禮物當初在2007年做的 不過2007年他那時候是 因為他那時候Aveda還在做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突發奇想概念 他只是像副業一樣的在做 那直到去年2014年 那我很榮幸就碰到他 然後也很榮幸跟MIM 就是朱鑫的女朋友一起 然後我們一起再把這件事情再做起來 那其實我們當時在設定的時候 我必須很抱歉跟大家承認 雖然說我們當初設定的群體是22K23K 可是我也必須要坦承 真的今天能夠負擔起這樣的禮物 跟願意去感受 或是他覺得自己已經到了一個程度 可以去接受這樣的觀念的 確實他要有一點點的經濟基礎 跟一切經濟能力 差不多23了 對 所以可是這樣的朋友他們有可能三個特質 第一個他們都是很願意去感受新的東西 跟生命意義還有跨出舒適圈 因為有時候你買東西是 就是我習慣買什麼顏色 像我自己就是很習慣我就是黑白灰 我很怕買就是粉紅色啊其他色系衣服 這也是我自己跨不出舒適圈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擺東西你會有自己的舒適圈 訂禮物也是 然後還有享受美感生活 但是沒有時間 因為也許我真的很喜歡這種東西 我只是一個文青那我就在銀行業工作 那怎麼辦呢 他不是文青 然後這個禮物呢就變成什麼 就是他每個月就寄來我家嘛 我沒關係對不對 我就不用去外面去找 我把這個時間留在我的工作上 可是你們每個月給我一個這樣的驚喜 我會覺得很棒 然後最後是他覺得是準備好的朋友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他延伸出很多很棒的故事 其實就我剛剛說的他可能會有一些聯誼效應 像是我有一個客戶他非常的可愛 他是他也是很忙的一個女生 只是他每次收到禮物的時候 他會約他的好朋友們到一家很棒的餐廳 點幾杯很棒的酒 坐下來拆拆禮物 然後把裡面的禮物分享給他的朋友 然後還有一個很忙碌的一個兒子吧 一個兒子他很忙碌的兒子 然後他一直飛來飛去 所以他沒有時間給他抱抱抱任何禮物 他只有在父親節母親節的時候會送禮物 可是飛禮物變成他一個 他訂了兩份一個給他爸爸 一個給他媽媽 每個月都請我們寫卡片給他們 那他會把卡片內容寫寫給我們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可愛的丈夫 他每次給我 每一個月都給我一個很奇怪的符號 比如說 欸 乘什麼命的 他說這是要給我的愛人 你絕對一個符號都不能錯 他符號真的有夠難的耶 你那個印度的符號還不一樣 反正他把他的愛情放在飛影禮物裡面 所以其實我沒有預設到有這麼多的故事 會在這個禮物裡面發生 那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 好 那我藉由我五期的禮物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選品的概念 那第一期禮物是野餐 那並不是像TLC野餐料 我們帶著物電啊 到這邊啊 不是喔不是喔 沒有辦法這樣 就是我們 所以不是在強調這件事情 我們是想要做的事是探討人跟自然間的關係 然後這裡面有個選品我自己非常喜歡 後面那瓶香檳是從法國巴黎帶回來的 總共有只有100瓶 那重點不是那瓶 不好意思 重點不是那瓶香檳有多好喝 當然我喝過真的非常好喝 然後但是重點是他的瓶子 我們強調是他瓶子 那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就是那個瓶子 那個酒莊每一年他都會贊助一個藝術家 那我剛剛其實有跟一些人分享 那藝術家的Facebook大概只有600個讚吧 大家說 天啊 600個讚好少喔 好low 可是為什麼600個讚的藝術家 這麼大的酒莊會贊助他呢 因為他會花一個月的時間在森林裡面 他自己用那個樹枝造了一個很奇怪的雕塑品 然後放在湖上架一個最傳統的相機 不是數位相機 是他洗底片喔 他等待那個最美的光影的瞬間 把這一張照片照下來之後再畫在畫布上 然後由那個酒莊再印在瓶子上 所以他是限量的 但是他做這個行為的時候 他對整個環境是友善 他沒有破壞任何環境 他的藝術品是取之於自然 用之於自然 他甚至沒有用閃光燈 他用洗底片的方式去成就了這個作品 他對酒莊很感激他多遠環境做了這樣的藝術的努力 所以願意把他的畫放在酒瓶上面 而這個酒他的意義就不同了 因為我們支持這個酒 他們才有機會去再支持這樣的藝術家 因為他只有600個站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叫什麼 他甚至來自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像巴花莉雅 可能我們人生可能到死 我們都不會去那個地方的一個藝術家 好 這是我要講的我們其中一個選品的概念 我們支持一些值得支持的人 好 第二期呢 台東 台東對 相信台東如果了解竹先生 了解LongZero 台東對他們的意義很大 因為他們是他們第三人生的開始 那其實我這邊要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繼續延續我剛剛講的支持品牌 這個木盤子每一個會員收到的大小不一樣 有一個會員他非常困擾 他說你們自己給我們一個像披薩盤大小的盤子 我們要怎麼辦 我說不如就放披薩吧 對 我也沒辦法 那為什麼他不一樣呢 他是原住民小孩在那個海邊 他們撿漂流木 然後由那個工藝平台扶持他們去做那個盤子 教他們怎麼做 所以那個盤子上面你仔細摸 他有那個手作的那個溫度 就是不同觸感吧 因為他可能不會那麼的精美 他真的不是那麼精美 可是他每一個人都感覺說 天啊 這絕對是手工的 而且你只要看到那些小朋友很用心 在那邊刨木頭啊 然後把那個木頭刨光什麼 你會其實會很感動的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件事情好有趣 在你沒辦法想像他在做個產品的時候 他投注了多少熱情跟未來的想像 他永遠都不會知道台北是一個天龍國的地方的一個家庭 會用他們的盤子可能好好吃一頓飯 對 然後另外呢 我剛剛延續說 菲林會辦很多不同的活動嘛 那台東這一期呢 我們也帶我們的朋友到那個都蘭山的山跟海的交界 去享受一個在天地中的brunch 然後甚至我們請了徐露徐傑到菲林來分享他的 我的台東夢 那後來他也講了很多跟女性有關的議題 那這也是比較限定式的講座 然後是提供給菲林會員再去做 除了禮物以外更多延伸的想像 所以這就是台東這一期 那另外是第三期講油 聽到油呢大家就以為說 哎呀搭話題 因為你們會搭食室啊食安嗎 這麼local 可是其實不是喔 油其實當時我們在選的時候 我就擔心大家會覺得說 哎呀你們在搭食安的話題 但其實不是因為 其實在歐洲啦感恩油嘛 其實如果你去看很多文章啊很多詩詞啊 他們在讚頌感恩油的時候都說他是生命之犬啊 黃金啊是我們的愛 可是你有想過有任何人幫我們加沙拉油啊 豬油寫一首詩嗎 打油詩可能有 沒有嘛 我們會不會是很快感恩油寫一首寫一篇小說 我們為我們豬油寫一個小說 那也不會 其實這就是觀念不同 因為我們覺得他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那種 比較不重要的東西 可是其實油對於歐洲或是對於更多人來講 他其實很重要跟人最貼近 所以我們第三期就在講油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然後甚至在講到了更多是分享 因為我們其中裡面有一個油是有香味的 然後這時候呢其實我在做這個時候 我回去做一件事情 我把我人生中啊 我最怕碰到我的問題 我還要碰到他們的手 我甚至很怕擁抱他們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好便扭 我覺得我長大了 可是我那天我也做一件事情 我回去又說 欸手給我 然後就幫他們按摩手 然後那時候有 因為那個油有香味 所以其實當下我媽媽是嚇到的 他說你好變態 可是 可是我相信就是 我相信有一天 如果真的他是已經沒有辦法站起來的時候 我在摸他的手 他不會跟我說你很變態 他會很想念 我覺得如果我今天還想在站著的時候呢 好好跟他享受這個當下的 我幫他按摩 然後跟他說謝謝媽媽 我覺得你很棒 然後謝謝你把我養這麼大 謝謝你讓我今天還可以活著站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那個回憶跟那個香味會變成 他腦中一個小小的記憶 那也不是到最後才需要這樣做 那我覺得其實 飛營禮物就是給我很多這樣的感觸 那其實我也會把這樣故事分享給我的會員們 希望他們去這麼做 因為跟家人分享飛營禮物其實是很棒的回憶 OK 0 好 那第四期是摸摸口 那摸摸口其實我大概講一下 我們這一期其實在講的是一個世界觀 因為選品的時候我們會顧及 其實會希望大家更多的去探索世界 所以摸摸口就是比較講到世界觀的東西 好 一百元到底可以做到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 其實三千塊一個月就是一天一百塊 一天一餐麥當勞 那到底可以做到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支持我們要支持的品牌 第二個就是讓你自己 或是讓你朋友 或是讓你的父母 或是讓你任何你愛的人更快樂 那第三個當然是 就是我們會把百分之一的收入 再捐給去創業的年輕人 就是我們會再捐每個創業的機構 然後讓他們支持年輕人在創業 好 那引用竹仙說的 他說相信就會看見 那不管是我自己做的人 或是今天聽的你們 或是不管是誰 我相信就是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會看見 不一定是非禮禮物 可能是更多的不同的世界 反正一定要保持信念去冒險就是了 OK 那最後講到為什麼我會覺得 回到我的自我介紹 所以我一直覺得生活跟工作 它是一個分號在中間的 因為對我來講 他們之間是平行但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講 我的生活解釋我的工作 因為我從來都不覺得我在工作 我覺得我在生活 所以我很希望每一個人 那我今天不是在promote分野禮物 我是在promote你們去感受 什麼叫做生活跟工作放在一起的時候 那種很棒很棒的動力 是你們絕對沒有辦法想像的 謝謝你們